今年影响我国第一个台风鹦鹉距离广东省杨江市已经非常近了 预计还有一两个小时就可能就要登陆了 那目前的央视记者张琪就在杨江的海灵岛上 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联系他 张琪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在广东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东杨江的海灵岛上 现在整个台风的这个鹦鹉啊 可以说离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可以说非常的近了 它的整个主体结构啊可以说正在往这个陆地上来靠 我所在的这个杨江海灵岛啊 呃是可以说是整个杨江的这个外海的一个岛上 那么这个岛可以说是呃现在整个地方是停靠了大概686寿的渔船 这里的这些渔船啊呃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呃现在处于这个修渔器啊 大部分的渔船本身就停靠在这个呃码头里面呃但是在昨天啊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发现有很多的渔民啊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加固和再检查的工作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其实也发现很多渔民再次回到这个船上来进行一个再检查再加固 包括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绑住在这里啊 那这个其实就在今天早上来进行一个加固再绑到这里 这一艘渔船原来是停靠在稍微外面一点的地方 那么今天早上再开到回来这里来进行一个加固的工作 那么可以说这一个台风啊 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级别其实并不高 也就是现在是9级的这么一个级别 还是属于热带风暴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它的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对称 它的主要的强降雨啊 是集中在台风的西侧 也就是广东的西部沿海这些事件 包括像阳江冒名湛江这些地方 可能会面临的这样一个比较强的降雨的过程 在整个台风登陆的前后 那么它的风力比较大的可以说是在这个东侧 虽然说这个台风的个头不大呀 但是我们对它的这个防御还是有条不紊的 比如说像广东省防总 从周五晚上就已经是启动了防风的 四级影响应到了今天的凌晨 又紧急把这个影响应提升到三级 那么像这个我们的一些救援力量 比如说像广东消防这样的一些救援力量啊 也是从昨天晚上开始 紧急的往这个阳江这一带来进行一个集结 按照登陆圈影响圈支援圈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来进行集结 目前比如说像消防的救援力量 大概现在是接近六百人在阳江这一带来进行一个集结 还包括像一些冲锋艇排绕设备等 也就是全力防范这次台风 虽然这次台风 因为我们在现场其实看到这个风并不是说特别的大 那个雨也是一阵一阵的 但是其实个头小的台风对广东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这样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的 所以对这个台风的防范呢 广东还是在做足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们也会在现场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持续的关注 好的谢谢张琪从广东阳江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有关于广东针对这次台风 鹦鹉带来的影响做好的防御情况呢 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直播报道 感谢观看